大家好 2022年2月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548期时间消息 请进行介绍话题 杜公 过去几周一直有观众在评论区发言 想让你谈一谈刘一飞推荐小说维希少女的事情 你上周在B站也发了相关的动态 现在开始吧 我先回顾一下事件经过 维希少女是一部2001年的小说 最近被拉出来批判 主要的原因是被其他作品牵连了 1月5日 四川戒毒管理局官方微博点名批评网络小说风情不摇晃 因为内容包含了女主角和毒贩谈恋爱的情节 原话是文学创作要有底线 莫让英雄流血在寒心 出版社当天回应 作品已经下架 这次成功的文艺批判激励了全网举报小说的热情 而且方向很快就从内部矛盾 转向了更刺激情绪的国际矛盾 比如说1月份有人指的网络小说 西北有高楼涉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 这部小说描写的日本皇宗人物 原型对应了隐级战犯 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朝鲜公鸠燕王 之后不等有关部门来处理 进疆文学证就主动下架 网购平台也删掉了相关商品的信息 紧接着维琪少女被列入了批判名单 理由也是美化日本侵华战争 很多人引用了男主角的发言 指着他把侵华战争美化为解救中国 还说日本人是中国人救醒 一些自媒体指出维琪少女已经在多国出版 被改变成了外国话剧 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到西方了 必须重拳出击 1月7日 纺织日报网站官方微博批判维琪少女 他还发起了一个微博话题 小说维琪少女被爆美化侵华战争 但是维琪少女的出版时间实在是太早了 2001年的时候 我还在读大学 新一轮的社交媒体拥护当时多半在读小学 没够关注小众的网络小说 所以自媒体批判维琪少女 还要找一个当前有热度的中介话题来吸引注意力 刘亦菲就是这个被挖出来的中介 那刘亦菲真的推荐过维琪少女吗 这是事实 2014年 刘亦菲接受朱丹的采访 说自己为这本小说着迷 维琪少女改变了她对表演的认识 2015年 刘亦菲和作者的微博上频繁互动 刘亦菲说山萨是自己最爱的作者 2015年9月8日 刘亦菲微博和作者山萨合影 表示这是迟到了8年的见面 媒体报道刘亦菲将的维琪少女改变的电影中担任主演 这部电影没有后续消息 但是刘亦菲对维琪少女还是念念不忘 2020年 刘亦菲在北美宣传电影花木兰 表示很喜欢维琪少女和她的作者 还暂次提到 曾经有机会出演维琪少女改变的影视作品 她很向往这个角色 所以批判维琪少女的人挖住刘亦菲做中介 是很聪明的策划 的确把旧话题炒出了新热度 还拿到了网络流量 很多的媒体和自媒体认为 这本小说美化日本侵略 宣扬殖民统治 还到法国拿奖 丢中国人的脸 读工 你怎么看待这些批判言论 先说一个讨论前提 不看小说 就没有自然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用百度搜影情 用维琪少女加上原文做关键词 翻了几页就找到了小说全文 观众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试试 读完之后 结论显然一见 这些攻击维琪少女的人 都是别有用心 为了流量 他们可以卖到一切 包括中国人的脑子 也包括自己的良心 他们的行为只证明了一条规律 就是如果拿出政治正确的立场 就可以上纲上线找茬 就可以断章取义造谣 一定可以证明 所有写过字的中国人都是坏人 实际上 当初最擅长这套下奸玩法的赛列三分钟 已经把自己的形象玩崩了 在文化气氛败坏的时候 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幸免 对于维琪少女的首要批判 是主题反动 指责女主角不顾家仇国恨 和日本军官谈恋 但是小说的情节说得很清楚 女主角在爱上男主角的过程中 根本就不知道她是日本军官 男主角为了搜集情报 或者为了释放心理压力 却跑到千锋广场下围棋 自称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 才偶然遇到女主角 这里有一段非常符合 欧洲低龄学生审美的描述 我打扮妥当 麻痣长衫 巴拿马草帽 提字折扇 我一下子颇具满清秀才的风采 一副眼镜 更给我加了几分夕阳书卷气 男女主角每次奉面 是下棋 只有极少的交流 女主角最终知道男主角的身份 已经是在小说的结尾了 当时女主角被日军俘虏了 男军官为了避免 她被其他的日本人强奸 先杀了女主角再自杀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女棋手的名字是叶戈 这些情节充满了 初中生史名的幼稚历史幻想 但无论如何说不上立场错误 围棋少女受到的另一种主要指责 是美化军国主义思想 这部小说的确包括了 大量美化日本侵略的文字 大多数批判她的截图都是原文 但如果以此为标准 就禁止小说出版 全中国的抗热题材作品都得烧掉 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双视角的小说 错误的言论都是男主角 这个日本军官说的 如果我们禁止日本军官 在小说里面发表侵略言论 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认为 抗热战争是一场误会 以为日本军官都是和平主义者 更有意思的是 日本军官在小说里面 根据自己的立场提建议 中国应该让出一部分土地 给多灾多战的日本当缓冲 和平就自然到来了 在俄乌战争期间 很多中国自卫体表达过 类似的反动言论 现在还过得很好 倒是围棋少女 转述了日本军官的言论 就被批判了 另外就算是从男主角 日本军官的视角来看世界 作者也大量描写了 日本侵略者的中国的残暴行为 比如说为了切断 抗联游击队的补给 日本军队要烧掉农民的粮仓 屠杀中国人 为了避免游击队 利用庄稼掩护去破坏铁路 日本军队直接烧到了 铁路两侧的农田 导致农民破产饿死 这些行为的确是 中国惨痛的记忆 但更是抗战期间 客观存在的事实 如果限制文艺作品 只能写中国胜利 不能描写失败和损失 甚至不许日本方面 去描述战争罪行 我们的后代就会奇怪 为什么一路胜利的中国军队 用了14年时间 还解决不了自己 领土上的日本人 换到中国的女主角一边 小说的大多数内容 更是支持中国的爱国运动 支持反抗日本侵略的行为 女主角在市场上 听到为满洲国禁止的 抗日歌曲《松花江唱》 很快周围的人都跟着一起唱 表达了对日本占领的不满 后来女主角的几个好友 参加了抗联 策划了暴动 女主角认为他们是爱国者 在朋友被捕的时候 她甚至考虑过冒险联系抗联部队 最能至关体现 媒体恶毒用心的内容 在第62节和第63节 第62节 男主角基于日本军官的立场发言 认为七七卢国桥事变 是中国军队主动挑衅 日本军队被迫回应 紧接着第63节 女主角从中国人的视角指出 日本对卢国桥事变的描述 属于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就我观察 最近忙着批判维系少女的媒体 都喜欢引用62节日本军官的发言 证明她这一部美化侵略的小说 然后故意跳过几行之后的63节 这种看了原文 还嘲笑中国读者智商低的行为 只能证明这些媒体 最看不起中国人 最歧视自己的读者 他们的潜台词是 自己智商高 就应该在精神上 统治其他中国的蠢货 我看到网上还有一种指责 说维系少女 没有描述中国抗亚战争的胜利 是悲观的失败主义 但是按照原书描述 男女主角结尾死去的时候 是北平陷落之后不久 1937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 日本军队还没有深入 中国的关内领土 甚至连松户会战都没有开始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 写出中国人的胜利 拿这种事情来批判 更是拿着原文 去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 我觉得维系少女缺乏文学性 也没有历史的厚重感 不值得读 但既然这么多人 都来批判维系少女 知道了网络热搜 我倒是认为 中国人都应该来读这本书 最起码我们要看看 自己批判的东西 不能让别人拿着截图 去制造信息差 更不能让他们像放羊杀猪一样 随便就激发读者的情绪 去换流� 从出版到现在 维系少女已经22年了 翻译成中文 也是非常早的事情 在营销号找到 刘亦菲这个中介工具之前 维系少女的形象并不负面 甚至还有过 中法合拍电影的传闻 所以维系少女 最近的热度和内容无关 和立场无关 只和自媒体 追求流量的狂热有关系 另外观众可能注意到了 批判维系少女的自媒体 主要的火力 集中在小说内容 和刘亦菲推荐两个方向 针对小说作者 刘亦菲的攻击 反而比较轻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刘亦菲 本名严妮 1972年生于北京 10岁开始就连续在 儿童时代 儿童文学 人民文学 诗刊和人民日报上 发表作品 1987年 刘亦菲15岁 加入了北京作协 1996年9月 由诗人爱卿和北京作协 推荐 刘亦菲去法国巴黎留学 这身份听起来就相当不一般 根据公开的资料 维系少女是 刘亦菲 献给外祖父母的作品 他的外祖父母是老革命家庭 一起在太阳山打游击 一起去延安受培训 据说他的外祖父 曾经任东北某大城市的市委书记 所以他对东北很有感情 最后把抗联故事 写进了自己的小说 这样的作者 显然不方便围攻 更不能随便深挖思想根源 如果像是对其他敌人那样 从家族历史开始深入批判 恐怕会惹来大麻烦 所以刘亦菲 现在被指定为维系少女的 主要代言人 给自媒体提供了一个 够得着的批判对象 让这一类欺软趴硬的怂货 来引导我们中国的舆论风向 我们的社会一定出了点问题 那杜公你看了原文之后 怎么评价这本书 为了避免观众看书的时候 感觉到不舒服 我先介绍一下剧情 算是打一个疫苗 标题说的维系少女 就是女主角 设定是一个清朝贵族的后代 清朝灭亡之后 主角家庭都普一一样 也从北京搬到了东北生活 女主角自幼接受了 严格的传统教育 但是内心叛逆 不愿意看到日本人占领中国 也不满意亲人 和自己拥有的生活 为了寻找刺激 她同时和两个男性好友交往 惊奇和敏徽 后来女主角和敏徽偷情怀孕 而敏徽因为参加抗联的暴动 被日本军队逮捕 判了死刑 在刑场上 敏徽临死亲吻了 另外一个女性同志 女主角嫉妒发狂 甚至在回家之后 还暗自胡思乱想 这两个革命同志 是否有过更亲密的交往 这种情节 放到穷妖剧 都可能嫌加料是太多了 在好友因为暴动牺牲之后 女主角一度考着过自杀 之后她又多次到千峰广场 找陌生人下棋 爱上了不知道名字的陌生对手 这种情感上的转折 明显太幼稚了 只能拿给初中生读者去换市场 男主角的思想转折也很生硬 小说前面大多数时间 她反复强调 军人要为帝国效命疆场 而且执行了镇压抗联 屠杀村民的命令 之后作者想把男主角的行为扭过来 给她在生活加了一批特殊的设定 比如说童年有中国保姆陪伴 熟悉中国文化 比如说关东大地震 亲人死亡 制造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但是用这些简单的伏笔 来解释男主角为了抗日与星儿 殉情自杀 明显也是中学生看了几本 言情小说之后的简单想法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低水平的爱情小说 作者从一开始就想好了 结尾的殉情故事 只是为了让故事更有神秘色彩 更悲乱 她才把历史故事和东方的文化元素 强行揉进去 但是她并不在意具体细节的准确性 如果把中国的国民 换成其他被侵略的国家 把维席换成国际象棋 或者印第安人的猜拳游戏 小说拿到法国 也同样能够得到一批中学生读者的投票 看完小说 我认为刘一飞反复推荐维席少女 只能证明一件事 就是刘一飞没有看过多少好小说 无论是以2001年的标准 还是2023年的标准 维席少女都是一本平平的作品 缺乏有张力的中途 也没有感染人的剧情 小说的唯一可能亮点 就是貌似宏大的历史背景 但同时也缺乏真实的细节 所以显得空泛 如果不是为了做这期节目 我和我的同事绝对没有兴趣把它读完 最典型的问题 虽然小说标题是维席少女 但是整本小说描述维席的那种 只有几十行 甚至没有描写过一次真正的对局过程 无论是维席元素还是历史气氛 都只能给西方读者制造一点神秘感 稍微对维席和历史有点了解的东亚读者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会喜欢 所以这本书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中文圈好评不多 倒是在法国获奖 但是也没有必要高估法国人赛美的含金量 因为他拿到的是中学生供国而奖 先用实名评委选出12个提名 然后是2000名15到18岁的中学生投票 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拿到中学生供国而奖 只能说明维席少女利用跨文化圈的神秘感 忽悠了一些中学生 以我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 我相信 这些中学生长大之后重读 恐怕会收回自己青春期的投票 但无论书写的好不好 都不能凭空编造谣言来攻击 更不能利用信息差去诈骗读者 最近维席少女被围攻 核心逻辑是 抛开事实看立场 不问证据抓内奸 对于这种现象 我想讲一个历史故事 税间消息团队有一个旅游节目 我们生长的地方 到现在只派了西安一记 其中第三集到了陕西的古代水利工程郑国区 根据汉书等权威著作的记载 郑国区的总工程师是一个韩国间谍 而且从名字来看 是韩国吞并了郑国之后加盟韩国的家族 战国时期 这个工程师跑到了秦国 说你们虽然占了关城平原 但是水利规划很差 管理体制不行 要是按我说的计划去整改 肯定是汉老宝时候产量翻倍 秦国统治集团派了董航的人 反复考察他的计划 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他身份可疑 拿了韩国人的钱 希望转移秦国的战略重心 缓解本国的压力 第二个结论 他对秦国经济的评价很有道理 提出的计划具备可行性 如果秦国谦虚学习技术 认真落实工程 几年之内也许就没法打韩国了 但是长期看来明显提升国力 对所有的国家都能保持绝对的优势 所以秦国不仅不杀间谍 还继续让他管理工程 秦始皇当国王的那一年 郑国去开工 把关中平原变成了中国最可靠的后勤基地 25年之后 秦国灭掉了包括韩国的所有对手 统一中国 21世纪再重新看这段历史 最主要的经验是 讨论问题只需要讲逻辑 看事实 忽略其他所有因素 内容对不对 和发言人的身份无关 如果说的没道理 再忠诚的表态也没有价值 如果说的有道理 就不应该怀疑别人的立场 哪怕是个被证实的外国间谍在发言 也不因人费言 秦国建立了这套科学评价体系 所以想对其他国家有压倒项的制度优势 能够发挥全部的潜力 用这几年流行的话说 这就是降维打击 当然我们知道 秦始皇的国家几十年之后就消失了 因为统治集团没有坚持科学的原则 而是搞出了指路为马的评价体系 说的对不对 根本不重要 声音是否和上级一致才重要 别说是一次的外国间谍来发言 就是本国的高级官员敢乱说实话 也一样要杀掉 这个时候 郑国区还在关中平原的后勤物资也不少 但是在指路为马的原则之下 再多的粮食也养不出能够打仗的军队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经验 到了当代也一样有效 美国的登月计划 动力来自于冯布劳恩主持开发的土星五号火箭 在美国登月之前二十多年 冯布劳恩是纳粹德国的军事工程师 他开发的V2导弹 是二战期间最危险的武器之一 到了德国投降之前的1945年 他还在开发潜射导弹 准备跨越大西洋去轰炸纽约 当年秦始皇用韩国间谍的名字 命名水地工程 几千年不改 美国登月成功之后 月球上也有一个环形山 叫冯布劳恩 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 2011年 中国民政部确认了第二批月球标准汉语地名 只要月球不被炸掉 我们就一直会在月球地图上 看到这个德国俘虏的名字 郑国区和冯布劳恩环形山证明 大国成功的经验彼此都差不多 进步的社会 必须让事实决定立场 而不是立场决定事实 如果少数人伪造事实 就能制造立场争议 剩下的人跟风喊口号 制造气氛就能批到一个人一本书 社会发展一定会停滞 乃至于倒退 等到社会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造假的人也许早就赚了钱跑掉了 跟风喊口号的人多半跑不掉 翟山英卷钱跑路的例子 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前 现在这些批围棋少女 批刘亦飞的人 立场再正确 能够比跑路之前的翟山英还正确吗 如果我们不把编造事实 煽动娱乐的人送进监狱 不通过起诉赔偿 让他们倾家荡产 将来一定会有一百个 一千个翟山英跑到国外 花着从中国骗子钱 嘲笑留在中国的人 具体到围棋少女引发的争议 少数媒体用截图断章取义 的确是问题 但是大多数跟风喊口号的普通人 的确也没有时间调查 每一个网络热点 他们要怎样才能避免跟风发言 破坏社会舆论呢 首先对于没有调查过的事情 可以不发言 保持成年人基本的冷静 所谓一犬费影 白犬费生 没有调查过还乱说 等于主动放弃了 做人类公民的资格 其次 保持基本的搜索和调查能力 这不仅是可以改变立场的技能 也是能够决定生存机会的技能 现在ChatGPT的信息汇总能力 和快速写作能力 都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普通人 而美国正在策划着 20美元一个月 提供升级版的ChatGPT服务 20美元 100多块人民币 非洲人都没有这么低的月薪 如果你的思考能力 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第三 就算是有了AI工具和搜索引擎帮忙 现在人也的确没有时间 去查证每一个新闻热点 这里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用来初步判断每一条信息的可靠性 这个技巧很简单 就是看发表批判言论的人 是否会引用完整的原文 会不会阻止你去看完整的被批判内容 比如说 他在微博上批判一段话 是转发原微博 还是截图在发表评论 区别就很大 做节目批判一个组织的错误 是否把被批判的组织主要给你看 也很重要 这个简单的标准 可以同时鉴别两件事 一 鉴定对方是否说了事实 因为说真话 就不怕拿证据来对照 二 鉴定对方是否相信自己的理论 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和立场更正确 就一定可以轻蔑的提供对立内容 对于自信的人来说 对立的内容越多 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反过来说 如果对方不给你看原文 不让你看这些被批判的东西 那就说明 他自己也不信这些批判发言 只能靠说谎来维持立场 上一期节目 我介绍了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水浒传 第一页会附上毛泽东的书评 反过来说 当时也要求为批判性的评论 提供原始材料 1964年8月18日 国家正在批判电影行业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有一份亲笔批示 我的人民网上找到了权威文本 静静帮我读一下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 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 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 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根据这份批示 被批判的电影 比如说北国江南 早春二月 邻家铺子 不夜城 舞台姐妹 逆风千里 冰临城下 桃花扇 阿什玛 都在全国的电影院播放 前后播放了好几年 这些批判的结论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态度是科学的 批判过程是严肃的 值得我们学习 采用了正确的批判流程 未必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 但是错误的批判过程 比如说不给读者看原文 不允许观众接触被批判的那种 得出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资格讨论对错 最近解论关于围棄少女的批判 没有一个批判者 鼓励自己的读者去看小说 前两年武汉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 全国一半的自媒体 都在骂方方日记 也没有人鼓励读者去看原文 尤其是2022年 各地风控出现问题之后 更没有人提起方方日记的全文了 这说明 发起批判的自媒体 心里都知道事实 知道谁是对的 这些用反科学的方式搞批判的媒体 有的是团队运营 这就是用策划好的方案去造假 煽动情绪获取利益 属于毫无瑕疵的坏 要是再加上内容不允许随便评论 或者只放自己筛选的精选评论 那就可以200%的确认 他们在故意歧视中国人民 随便造假信息去割韭菜 如果断章取义的是个人是自媒体 那倒还可以区分一下原因 有的人不是纯粹的坏 只是文人清调没有主见 所以不看原文就开骂 这种人不一定要追究责任 只是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他 不能和他深入合作 也不能够让他担负重要的职务 还有一些自媒体 开始可能是发言清调 但是他通过这些行为 换到了一点点好处 比如说流量和打赏 从此就放动自己 发表不负责的言论 筛选评论去煽动情绪 这就是故意放动自己坏的一面 自干逗落也没有救了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自己周围的自媒体 看看他们属于哪一类 今天的话题是从文化领域说起来的 最后我还是谈谈文化圈的问题 民主和自由 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前提 在文化行业尤其重要 说发展文化要民主 是因为文艺作品 必须接受大众的挑选 才能得到最可靠的评论 观众用电影票 用点击量 业余时间来支持不同的作品 自然就区分了作品的水平 如果在文化领域不讲民主 不允许普通人给好作品投票花钱 结果必然是好坏不分 让垃圾内容去淹没我们的生活 说发展文化要自由 是因为文艺作品需要试错 制作团队必须先有 制作垃圾作品的自由 然后才有制作优秀作品的可能性 再强大的创作团队 也不能保证文艺作品 每个都是精品 甚至有一些作品 当时不受欢迎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大众接受 这些小众另类作品 如果违反了法律 那可以通过公开的起诉程序去打击 但如果仅仅因为有一批人不喜欢 就越过法律程序去禁止 去惩罚 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作者都战战兢兢 不敢随便发表内容 最后谁也没有文化产品可看 具体到刘亦菲和围棋少女事件 那些不鼓励读者去看原文的媒体团队 就只想同时破坏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大多数人喜欢看刘亦菲 他们就要想办法封杀 这是反民主 大多数人不喜欢围棋少女的风格 他们就断章取义 要求封杀 这是反自由 如果不对他们的行为做坚决的反击 中国将来可能就没有好瘟疫作品了 今天我抓到摆着一个阿凡提 这是我最喜欢的影视形象之一 帮我塑造了童年的美感 幽默感和正义感 我去上海电影博物馆 停留时间最多的展品 就是80年代拍阿凡提 木偶定格动画的全套模型道具 全套的精确模型都做出来了 拍续集的成本很低 只需要涉及剧情 慢慢调整定格形象 逐针拍照 然后就自然形成了动画片 但是阿凡提的故事只有14集 之后几十年都没有后续 阿凡提停拍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是那种争议 有人觉得电影动不动就讽刺巴依老爷 不利于民族团结 阿凡提天天和有钱人对着干 不利于社会稳定 为了避免争议 节目干脆到此为止 因为内容争议 就放弃了阿凡提这个IP 非常可惜 而且我也不认为内容有什么争议 阿凡提木耳剧的剧情 清楚的展示了 我们应该团结哪些人 斗争哪些人 这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 2018年 搁置争议几十年之后 上海和新疆又合拍了 阿凡提故事的3D续集 这次巴依老爷和阿凡提成了同盟 再也没有尖锐的阶级冲突 也没有底层人民团结起来 用智慧打败封建地主的激情故事了 所以好消息是争议减少了 坏消息是根本就没有人看 连反对意见都找不到几条 这是阿凡提的故事最差的恰常 比永远不拍续集还要差 阿凡提悲惨的当代史提醒我们 如果唯一作品企图讨好所有人 结果必然是先否定大多数观众 根据民主原则提供的支持 然后破坏少数人 从自由原则出发的创造力 最后只有四平八稳的垃圾作品 来浪费国家投资 所以为了保卫我喜欢的阿凡提 保卫刘亦飞或者其他演员的创造自由 维基少女这件事 必须从头到尾说清楚 好548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文字内容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我们周五再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